第二九题 将AB串联后 所得电压与电流关系图应落在何区 那我们还是一样公式是V等ir 那我们也晓得当我们把电阻串联的时候 它的电阻会变大 所以当我们的电流一样的时候 电阻如果变大 电压就要变得更大 所以当我们电流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电压就要比我们的A 还要来得更大一阶 就落在这一区 也就是所谓的甲区上面 所以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将AB串联后 所得电压与电流关系图应落在何区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区